我們再來跟大家介紹這個所謂的輔助軟體 那有些時候現在因為它雖然我們剛按號軟體雖然可以錄webcam 也可以錄網路上的攝影機 也可以錄你的電腦螢幕 但是如果你要同時怎麼辦 因為我選了桌面全螢幕 可是就沒有辦法直接錄攝影機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需要就是網路攝影機的程式 也就是說我雖然是錄螢幕畫面 可是我把網路攝影機的畫面打開 是不是就可以一併錄進來了 因為它是桌面的一部分 這樣你了解這個概念 我們這邊我就不要用這個了 因為這個是要安裝的 所以我另外幫各位準備一個 您可以看一下在我們這個 叫做簡報互動篇裡面 我有幫各位準備兩個 一個呢 是這個 有沒有 這都免安裝的 一個是這個 那 我把畫面切到各位螢幕上好了 來我們直接來這邊看一下 好 您剛好看到這有兩個 這一個跟這個 兩個事實上都可以 那麼我以這邊這個 來跟各位做個說明 像你現在看到這個 我先把它 離開 好 你打開之後呢 因為它免安裝 就一個程式而已 你如果 像我現在是只有 我兩台 一個是我本身的 Webcam的 一個是那個另外外接的 如果你接這個 你可以發現 它640 480 有沒有 這個我的 Notebook內建的 30萬而已 30萬像素 真的比較小 那 這個是200萬像素的 而且那個 速率是比較快的 更新速率比較快 像這樣你就按connect 就好 那至於說你的畫面你覺得想要多大 就你自己決定 所以很單純你只要把 他擺在你螢幕裡面 是不是就OK了 對不對 那就等於是同時錄 螢幕上畫面又錄你的Webcam 這樣就沒有問題 只是現在 第二個問題你會產生 我這個先把它拿掉 我把換另外一個畫面 你可以同時開兩個 你看我有沒有同時開兩個 我如果有好幾台攝影機 如果你覺得 你要自身 需要有一號機 二號機 三號機 有沒有 你還是可以自己準備 因為像我這樣 我就至少有兩個 好那 但是這裡會有 另外問題產生 當我 把畫面移到這裡來之後 請問 你的視訊是就不見了 因為那個視窗 是會躲到後面去了 所以你要搭配另外一個小軟體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雖然螢幕上沒有 但是我們在這裡有一個 這邊 你看一下有一個叫做 提升工作效率的 點進來 有一個叫HR button HR button 好這個免安裝 免安裝 點開 裡面有一個 這個 執行檔 你如果執行了之後呢 你會發現 你的視窗上會多出類似這樣的 放大一點 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我這邊有多好幾個 那這個 那個圖釘 就是把你釘在最上層 我們如果以前你有用過什麼MSN之類 是不是可以讓它跳在最上面 不要受到其他視窗影響 就叫最上層顯示嘛 就類似那樣的功能 那 只是呢把這樣的功能把它加進來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你這個畫面你想出來 沒有關係 按右鍵也可以 它會多出好多個 有沒有order on top 所以即使我繼續在講這個內容 其實畫面還是會在 這樣你了解了 有沒有那個圖示事實際上都沒有關係 都沒有關係 那當然它也可以把它收起來 所以你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 它的這個上面也可以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往上roll up 這樣就收起來 這樣也可以 這也是一個方式或者你把它收到最下面都OK 反正只要不影響你就好了 好 這個 這樣就回來 所以這樣就可以達到 有視訊 然後還有 我們螢幕上的畫面 所以我主要講這兩個 那其他的就先暫時不講 這樣OK 好 那所以 我把這兩個 你再看一下放在哪邊 好不好 我剛好把它分 分別放在不同的地方 一個在哪裡 一個在提升工作效率 裡面 HR button 另外一個呢 是在 在簡報互動裡面 有一個 這兩個 網路攝影機的 那這都不用安裝 所以你直接帶走就好了 好我把關門還給你